都是地府惹的货 不讲牛大宝 换名你猜 第49章 准备好了吗 现在这时间是下午五点一刻 范畴和郭瘸子已经站在夏冰家 鬼屋的门口 没有敢冒然进去 哎 怎么样 阴气变化如何呀 范畴低头看罗盘 问低头看罗盘的郭瘸子 他们现在呢 试着搜索了一下 但提示的还是时辰未到 无法开启 看来这玩意儿白天是无法搜索的 但是抓捕的技能还是可以用的 否则可就傻眼了 郭瘸子紧盯着手中的罗盘摇头说 这阴气并不太浓厚啊 没有什么明显的波动 趁着现在太阳没落伤呢 咱们有优势啊 范畴恍然 原来是这样 我还真没想到 所以我说呢 你那抓鬼只是一项技能 真正的悬术则是一门学问 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是要吃亏的 年轻人 要不说您是中国民间 名画研究的研究员呢 我说研究员是不是应该咱先进去探路啊 郭瘸子一缕胡子 我自然是应该断后的 这范畴比试的看了他一眼 行 你断后 你就活该断后 郭瘸子刚要瞪眼睛 范畴已经走了过去 小心翼翼的站在了门外 听了听动静 伸出了手 轻轻推开了门 自从范畴等人大闹一场之后 这房门恐怕是第一次开启 屋子里的一切 还是保持着那天晚上的样子 窗帘半眼 已经有些昏暗的光线投进了屋内 看去反倒比黑暗还要阴森几分 什么声响都没有 安静的有点吓人 哎 这有点激净岭的意思了 老郭 你跟上啊 范畴撞着个胆子往里边走 郭瘸子跟他保持两米的距离 随后而入 门还是敞开着的 范畴回头看了看外边的青天白日 这简直有一种 一入此门来 恍然如隔世的感觉 他知道 通常按照小说里写的 那门很快就会啪的一声自己关上 手中暗暗的抓着两枚隐魂符 范畴走到了客厅的中央 唯独悄声问郭瘸子 哎 罗盘有反应没 郭瘸子始终低着头 盯着手中的罗盘 而此时范畴话音刚落 就见到罗盘上边的指针 忽然大幅度的摆动了一下 然后飞快的转起了圈 郭瘸子顿时就傻眼了 喃喃的嘀咕道 这不科学啊 这本来也不科学 是不是情况不妙啊 郭瘸子摇了摇头没吭声 他手中的罗盘指针 却刚好在这时颤颤巍巍的停了 箭头正指着楼上的方向 没错 这屋里阴气很重 最厉害的地方就在楼上 爷们 咱这回可要玩命了 先说好啊 咱们除了出轨 到家到底都是给钱不啊 我说你怎么这么积极呢 你放心吧 凭你郭大先生的事 他想不给钱可能吗 也是 投钱带路 郭瘸子一下就来了精神头了 手里拄着那根拐杖 另一只手太监探进了跨肩的腰包 看来是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此时此刻 其实郭瘸子的心里也没谱 上次的教训他还记忆犹新呢 可这一次他所倚仗的 一是天光大亮 阴魂会受到很大的牵制 二是他这次可是带了特殊的武器 有备而来 这阳光从门外斜斜的绕路 带给二人一种怪异的安全感 范畴看了看周围说 哎 这门怎么还自动关上了 话音一落 就见那门应声而动 啪的一声 自动就关上了 这回屋里的光线顿时就暗了许多 范畴下意识的一无嘴 郭瘸子狠狠瞪了他一眼 范畴直觉的头皮有点发麻 不敢多说了 转身往楼上走去 两个人沿着房间里的楼梯 抬接而上 塌塌的脚步声 回荡在房间里 也仿佛踩在他们二人的心上 范畴大气的不敢传 心里却在纳闷 进来老半天了 怎么一个鬼都没看着啊 上次晚上可是刚到门口 就出了好几个了 难道上回下边的吸引力那么大 妈的 鬼见了老子都懒得出来 正这么想着呢 范畴的面前 朗巴丁就出现了一张人脸就在楼梯口的位置 面无表情的看着他 郭瘸子一把拉住 仰手就要打过去的范畴低声道 哎 测身 让路 范畴一愣 不自觉的测过了身 跟郭瘸子站在楼梯的一侧 就见那个人脸晃晃当当的就从两人身旁飘了下去 连里都没理两个人 看着那鬼魂独自去了客厅 范畴纳闷的看了看郭瘸子 郭瘸子低声道 你不惹他的自然不管你 大多数鬼魂害人都是被人给吓的 那范畴似乎有所悟的一点头 俩人继续往上走 再次来到了上次见鬼的房间 这次范畴没有贸然往里闯 回头看了看郭瘸子 郭瘸子一直低头看着罗盘 此时只针在小范围内不断的晃动 一会儿指向面前的房间 一会儿又指向走廊的伸出 郭瘸子看了一会儿 伸手往走廊伸出一指 范畴往前边一看 那里有一道紧闭的门 让范畴觉得诡异的事 这扇门完全是黑色的 而且这条走廊在通往那扇门的路上 有着淡淡缭绕的雾气 范畴知道 那是快要凝成实质形态的浓郁阴气 现在只有他的阴阳眼能够看到 可再过些日子就连普通人也看得到了 显然那里就是这屋的阴气最重的地方 凤姐或者就在里边 花小心也很可能会在里边 郭瘸子默默的从怀中掏出两个耻鱼长的小剑 递给范畴一个敲声说 开了光的陶木剑 关键时刻比灵符管用 我爷爷传下来的 范畴心中一喜赶忙接了过来 入手沉甸甸 一看就是上了年头的老古董 正宗的好货色 俩人捏手捏脚的往前边走 一步跨入那阴雾之中 眼看那黑色的门就在面前 范畴的心跳是越来越快了 他突然觉得自己原来一点把握都没有 就闯了进来 这是不是太冒失了 但是此时此刻才想起这一点 明显晚了 范畴小声的问郭瘸子 咱等下要硬冲进去 准备好了吗 这话声在空旷的走廊里 竟然产生了空灵般的共鸣 范畴仿佛听到了周围墙壁中 似乎也在回荡的同一句话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备好了吗 好了吗 老妈 妈 可是郭瘸子没应声 范畴微微提高了声音 老郭 你准备 范畴说着话同时转过了头 可后边两个字却生生被范畴吞进了肚子里 那冷汗刷的顺着额头就流了出来 他身后空空如也 那郭瘸子不见了 而周围突然就响起了阴侧侧的冷笑 范畴脑中顿时轰然一瓶空白 眼睁睁看着面前那道黑色的门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 从漩涡中慢慢探出了一只鬼爪 抓住了范畴 猛然的就搓了回去 天旋地转 那范畴手中空有两道隐魂符 却根本无力释放 眼前一黑 只觉得身体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府惹了祸 第49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